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一张还剩最后一部分 我们上连可以已经介绍过了 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这一张Clay Theory 它有缺陷 所以后来有一个Kinect Theory 基本上就是要讨论 这给了一个关键是 就是Language Equation 它除了保留这个Play Theory的N 一层层的Play这个观念之外 它去多了一些考量 就给了这样一个Language Equation 那么在这个Equation里面 就是要去讨论说 哪些因素 在做Chrome Technology 管住分离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P会变宽 Pick变宽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HPlate 它的厚度和高度呢 变大 变大的话Pick变宽 你如果能够让Play Height 维持很小的话 越小 你的Pick越窄 这个关心是 所以说 这个Language Equation 基本上就是要去探讨 哪些因素 哪些过程 它会造成Pick变宽 那么第一个因素 那么第一个因素 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就是 它跑的途径不一样 Multiable Flow Paths Multiable Paths 就是在这个里面的A这一项 那它跟你的Linear Velocity 这个U呢 没有关系 这三项 只有第一项跟你的U没有关系 但是它跟你的Particle Size Fighticle的Diameter 是有关系的 那么就是 这张图嘛 所以 你跑的途径不一样 结果呢 跑的快的先跑到 这个位置的话 跑的慢的 就是说它跑的途径长的 同样的东西一起出发 途径不一样 走的路比较短的 他很幸运 他先出来了 先跑到这个位置 那么同样的时间呢 这个二 因为跑的途径 多转了几个弯 所以跑的比较慢 所以他们 就因为这样一个因素 我们没有考虑说 这个 它跟镜像的作用力 这完全没有考虑 如果作用力都完全一样的话 即使作用力完全一样的话 纯粹只有它跑的途径不一样 多转几万 就让它本身呢 这个 就分开了 就变得比较 太快了就增加了 那么这是第一项 这是另外一本书 它画的同样的效果 所以说当你的size 是A这一项呢 就跟你的size有关系了 所以你的size越小的话 size越小 AG越小 AG越小的话呢 好途徒进不一样造成带宽的因素呢 它就让你的pick变宽 size越小 A越小 A越小的话呢 pick变宽的影响就越小 pick的比较窄 好 那第二项因素的话 是B over U U 就是linear velocity 它就跟这个linear velocity 跑的速度快慢有关系了 单一个时间跑的这个距离 linear velocity 那这个我们叫做longitudinal diffusion 纵向扩散 那这个扩散里面 这一项因素里面呢 基本上 除了说跟这个linear velocity 有关系 越快 那么它扩散造成的带宽的效果呢 就越小 所以它在分母 除了这个之外呢 那跟你的分析物本身 分析物本身 它在这个mobile phase里面 它的自己的特性 diffusion coefficient 自己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这是它本性 分析物 它在你的mobile phase里面呢 它的这个扩散的快慢 扩散的快慢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 课本有讨论到 我们刚刚忘了提到 就是 就是multiple pass 如果说你是cavary column 中间没有packing material的话 那当然就没有这个因素 A这项可以忽略掉 这是讲到A这边 cavary column的话 A就可以忽略掉 我们现在看B这一项的话 就是它本身 在你的流动方向 这个方向的这个扩散 那么当然各位都知道 浓度会造成浓度差 这一段是你的sample zone 旁边 左边右边 都没有它 没有分析物 所以从高浓度 往两边 低浓度 扩散 diffusion 是这样的现象 那么所以扩散之后 本身的造成的带宽 这是第二项 那么所以说 你这个速度越快的话 B本身 B本身速度越快的话呢 那么它 它在经过 它通过column的时候呢 速度越快 linear velocity 越高的话 那么 它在管柱里面的时间越短 所以这一项 这纵向扩散呢 它影响的越少 它所造成的带宽呢 那么就比较窄 那另外我们 我们讲的这个 diffusion coefficient 那气态跟这个动态呢 气象跟动向 我讲错了 气象跟夜象 气象跟夜象 分析物在气象里面 扩散速率 就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和diffusion coefficient 跟在夜象 夜象里面 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它大概三个order 上级可以问 问翻评 记得 猜千倍 至少 那么所以说 这一项艺术 就是第二项 纵向扩散 扩散 在精心里面 这一项 它的影响是更严重 因为它本身 气象 这个 在机器里面 你的mobile phase 带动的 这个是气态 你的分 你的分析物本身呢 也是气态 所以在气态里面 机器里面 它的这个diffusion coefficient 比较大 所以这一项的因素 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那么再 反过来讲 在夜态的话 分析物在熔业里面 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相对于气态 气态里面 它要比较慢 小很多 那么所以在L性里面 在夜态层性里面 这一项的影响 就比较小 就比较小 那么所以说为什么 在气态 在机器里面 你的速度要比较快 这个U呢 要比较快 每分钟它跑到距离 流速比较快 在L性里面 流速不需要那么快 那么因为这个L性机器里面 这个B这一项 两者的影响 本来就不一样 因为它们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随时不一样 这是第二点 我们上这个就讲到这边了 那么今天要继续讲第三点 所以A B C呢 是三个不同的过程 分析的这个过程里面 分开来考虑 那C这一项 我们是考虑什么呢 是考虑你的分析物 分析物 它在G像 跟在动向 本身的Mass Transfer 它的快慢 它的快慢 所以CS 就是说我们A B C C这一项里面呢 它事实上 包含了两项 这两项分别是 你的分析物 在stational phase 它的Mass Transfer考量 在Mobile Face里面的Mass Transfer 它的快慢 Mass Transfer快慢 OK 那我们在前面讲的play theory 或是我们平常来思考 就是你分析物进了管住 进了管住 它就会同时的接受到镜像 同时呢 会在动向 动向带它进来了 碰到镜像 所以它在这两项 达到一个平衡 达到一个平衡 那一般来考虑 以及那个play theory 我们都假设说 它在每一个play 每一层 第一层达到完全平衡了 然后呢 动向把它再带到 后面的动向把它带到第二层 然后呢 瞬间的达到平衡 然后再继续的第三层 达到平衡 那镜像的第一层 然后再跟新的动向 再达到平衡 我们前面讲过的 这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最后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假设 它的平衡是瞬间完成 是呢 理想 每一层呢 它都达到一个平衡 然后再继续往下移动 那这是理想 也是我们平常在考虑的时候呢 也是我们平常在考虑的时候呢 也都是这样想啊 但事实上 它是不是 这么理想呢 这句话很好 这是Harris 他的这个作者 他在图里面用的这句话很好 就是你的分析物呢 它在镜像动向之间达到平衡 它需要时间了 我们假设它瞬间完成了 这个假设往往是不成立的 它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那么所以说 你没有给它足够时间 它没有达到完全平衡的话 那么这一项 没有达到平衡 所造成的就是带宽 那所以作者用这张图 这个是动向 这个是镜像 那么理想的话呢 是它在两项之间 达到平衡 瞬间达到平衡 然后呢 继续的往 动向呢 继续的 把你分析物 往下游 去带 那如果说 你没有瞬间达到平衡 它还没有平衡之前呢 你就往下移动了 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平衡的过程 你本身 它会造成带宽 你没有完全达到平衡 它会造成带宽 那这个是 这一个西这一项 就是你在静上动向之间 你的这个 平衡是不是达成了 没有达成的话 那它会造成 这个屁股往下移动 移动的越远的话呢 屁股变得越宽 这是这一项的影响因素 应该说影响的效果 那它又分别来考虑在这个 静上跟动向 它的Mass Transfer 我们先不要管这两项 就是这两个 就是 它跟Linear Velocity的关系先考虑 因为这个是对静上动向 这两项影响是一样的 那所以说你知道了 这个C这一项是 在静上动向之间达到平衡的 这个 是不是很完全 那是有关系的 越不完全的话 屁股越宽 造成的效果是屁股越宽 那所以呢 当你的Mobile Face它的Linear Velocity 越快的话 带着越快的话 它在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Play 那么它可以停留的时间呢 就越短 越短的话呢 越不容易达到完全平衡 所以离这个完全平衡呢 越远 所以它越会造成你Pick变得越宽 所以你的Linear Velocity越快 它的影响就是 这一项就越大 越大的话呢Pick就越快 这方式来思考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分别来考虑 在镜像跟动向里面 那么它要达到这个平衡 快慢 Mass Transfer的快慢 那 我们再回头看 这个 表里面 有两项 Mass Transfer 就是在镜像里面 那么它的Mass Transfer快慢 还有在动向里面Mass Transfer 它的快慢 那会影响它这个 在镜像里面Mass Transfer快慢呢 一个就是你镜像本身的厚度 我这边画一下 大部分同学都看过 那个 填充颗粒 球形的 球形的 那你的镜像呢 是在表面 表面这一项 好 表面再点镜像 好 所以你的分析物 它是在这个 一颗一颗中间 你这样流动 你是分析物 摸不费 在你分析物 然后碰到这个镜像 碰到镜像 碰到镜像 达到镜像 所以你说 这一层的厚度 就是在这边的 这一层厚度 越厚的话 越厚的话呢 那它会融进来 它会融到这一层里面 那它融进融出 融进来达到镜像 它会碰到新的Moral Base 它融出来 那越厚的话呢 这个过程 需要时间 越长了 所以它越慢 去达到这个平衡 所以这个 越厚 是在分子 造成影响之后 造成带宽 越宽 是在分子 相反的呢 你的分析物 在镜像里面的 Diffusion or Efficient 它越快的话 那么它越容易 跑进跑出 容易达到平衡 所以它这个在分子 这个在分子 所以就看这两项就可以了 那么平常我们的看来 都是看这个 对你的厚度 就镜像的厚度 越厚的话呢 越不好 就越慢 达到平衡 越容易变宽 那么镜像里面的这个 Diffusion or Efficient 越大的话 分析这个分析本身的特性 越快的话 当然 这个再快 越快容易达到平衡 那么Pig就比较窄 同样道理 这个 在动向里面 它的平衡 Mass Transfer 那指的是什么呢 你的分析本身的分析本身 在动向里面 被带下来 在这个颗粒 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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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 它要跟你的季相 打到平衡的话 它在这个 这个荣叶里面 静相在那里面 它要 要跟它打到平衡 它要过去了 所以你的颗粒越大 这个动就越大 越大 越大的话 在动里面 中间的这个地方 分析物还要到那个镜像很远了 它是不是还没过去呢 它可能就摆下去了 所以刻度越小 那么中间的这个孔度越小 那么它那个分析物的距离 这两边呢 镜像就越快 就越转了 越容易跟镜像达到的比喻 所以这个是 八六个尺寸越小 这一项的影响 指的是这个 越小的话 这个孔度就越小 分析物在里面 它跟镜像达到的比喻 就比较快 距离越来越短 同样的 你本身分析物在 Normal Base里面的Diffusion和Efficient Diffusion的越快了 本身的Diffusion越快的话 那当然它越快达到这个达到的比喻 所以这件事情 你了解了 这个CG像它的意义 是你在两项里面达到平衡 越快的话 那你造成带宽 就比较窄 越慢的话 造成带宽越宽 这个观念有了 你再去看 在镜像里面 动向里面的影响因素 是哪些 一个是BIM的厚度 镜像的厚度 一个是在PARTICSize 大小 那么它的影响就比我们了解 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公司 H.A加B over U 加上CEO 那么它本身的意义 要知道每一项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呢 那么是在做实验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ABC三项E之后 那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真正在做实验的时候 那么影响到你的带宽呢 我们各位看一下是这些因素 你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PARTICSize 它本身出现在两项里面 PARTICSize 两项里面就是它越大越不好 越小越好 P格越大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说LC 这个板株里面的填充粒子 现在越来越小 早期的时候呢 很大 10micrometer 让你们看显微镜下面 那个10micrometer 那个是比较早一点 5年前10年前 这个是最好的 那后来有5micrometer 所以你们现在做实验用的是5micrometer 那现在最好的有3micrometer 2micrometer 所以说在技术上 可以做出来了 最小的 那市面上就卖了 另外呢 根据理论 它这个Size越小越 所以目前也都是 朝这个方向来做 另外一个是 镜像厚度 你希望它的 这个big 比较sharp 厚度不能太厚 其他就是 你的linear velocity 它的影响 跑程度也没问题 这个地方 那我们的课本在 对这个公式 它的解释 是花了很多的篇幅 去解释 我希望你听过 我们这边解释之后呢 能够了解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已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呢 你的linear velocity 越小 这是linear velocity 影响越小 越慢的话 你 越有时间 去让这两项达到平衡 越容易达到平衡 所以呢 你的这个pick 变宽 它的这个 效果比较小 就比较窄 好 这一项C的这些影响 同学没有人讲 好 希望你们都能够想通 就我在这边解释的时候呢 能够了解 然后 能够想通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要去硬背一些什么东西 背还是要背 但是你要了解之后 去背后 比较容易背 好 这是 整个公式 平常我们在做关键式的时候 是H 动作表是H play high versus delinear velocity 小U 去做出 做出的结果 整个的 是这条线 根据理论子 Mandability equation 划出来 这个实现 我真正做实验得到的数据呢 是这几点 你们做实验也做过嘛 对不对 上学期 虽然做的 有同学做的效果还不错 还蛮多同学做的效果 稍微的不好 那基本上 趋势应该是类似这样 那这是你整个的H versus U 理论子跟实际子 实验子呢 是蛮matched 很一致了 那你要把这个理论子呢 去拆开 就A这一项 A呢 跟这个linear velocity 没有关系 所以是 A这一项 直线 它跟 U呢 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 是毛续管住的话 中空的 那A就没有了 A就没有了 然后B呢 是over U 是跟U成反比 越慢的话 扩散造成 带宽就越严重 所以H上升 所以越慢 linear velocity 就越慢 这个H越大 所以它的关系 这样B这一项 那C这一项的话呢 是U越大 差越大 所以是直线上升的 所以这三个加起来 是这条曲线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嗯 所以我们课问 有提到 那这个是 讲什么事情呢 是要去比较 不管是在LC里面 就Mobile Face 它是liquid Mobile Face 是gas 气象 沉吸 叶像沉吸 他们的H 跟这个U的关系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 这个关系 形状都一样了 但你去看一下 这个linear velocity 在机器里面呢 它显然要比LC 怎么样 要快 快很多 同时比较 这个最低点 这个区域 这个0.2 LC的话是 每秒钟跑0.2 那机器的话呢 是20 快多少倍啊 100倍嘛 100倍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形状都是这样 但是LC 它这个linear velocity 比较慢 机器呢 比较快 那么原因就是 刚刚讲了B这一下 在气态里面 在气态里面 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很快 比在LC呢 大概要快上 1000倍啊 这个三个order 所以说你的linear velocity 要快 才避免它这个扩散 造成带宽 不要太严重 所以这个 是 你看到标底就写了 是Mobile-based flow rate 这边指的就是linear velocity 对带宽的影响 那么在机器跟LC里面呢 就不一样 那本身的数值 机器要快 这个 L这个比较慢 原因就是 B这一项 这个 diffusion coefficient 一项 那这是 我们课本在 这一版 它用的图 我们一般看到的图 大概就是 这个图 那这个图的话 我们这版新版的 这个图的话 A行不带了 那 就是只有B 按C的两项影响 那我们看 Harris 他对同样的这个事情 画的图 基本上差不多一样 所以各位去了解一下 站下来 我们看实际的 这张图呢 它的标题就是 你的public size 我们刚刚讲了 整个的三项影响里面 public size影响非常大 所以public size本身是越小越好 所以public size对你的playhide 这张图是playhide对linear blasting 但是它比较 但是它比较 这一二三四五 有五条曲线 它是比较不同的public size 就public size 就public size 从大 到下面最小 从大 从大到小 让你去比较 同一个 这个linear velocity 如果比较 这个是多少 10 比较 比较 同样是比较 10cm per second 这个velocity的话呢 linear velocity 你去对 它的playhide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size越大的话 这样playhide越高 你用这样一个 填重颗粒的话 得到了p 在同样的 linear velocity 比较的话 一定是比较宽的 比较宽的 用最小的size的话呢 它的public 一定是比较宽的 往这张图 是讲这个事情 我们从刚才的公式呢 可以去推算 或是可以估计 应该是这样 这个是真正做实验 每个点 在做实验的一个点 真正做实验 去做出来 去证实 我们的这个理论 你的预设是对的 好 最后我们这张最后的地方 还是在回到 你得到一个分离效果 不好的一个 结果 你要怎么办 你当然要去改进 你的分离效果 那改进的方向 那么假如说是像这个 打进去呢 就出来 好像这两个p 你有两个成分 混合物 于sum里面有两个成分 如果是是这样子 更不好的话 那么它的kplan 就是它打进去 马上就出来 几乎没有什么滞留 所以滞留时间不够 造成你的kplan 或者那个小k 太小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就让它变大 就可以解决掉了 那如果说它本身像这样子 resolution不好 那么但是呢 已经有滞留一段时间了 但pick变太宽了 所以你可以一个办法 是pick变窄一点 或者呢 让这两个p分得比较开 好 让pick变窄的话 在这个resolution不好 那么希望变大 可以增加这个n值 那么增加n值 那应该讲是 降低它的play height 同样的长度 kplan的长度呢 你希望n值增加的话呢 相当于是你的play height 希望它下降 那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增加n值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增加长度 但通常这个增加长度 你做实验的长度也更加增加 所以一般我们大概不是用这样一个增加长度的办法 我们希望增加什么 增加n值呢 是由这个减低play height 去达到同样长度 play height改进了 变小了 所以增加了这个n值 那play height怎么样去降低呢 那这个是真正做实验 就是说 我们给你这个公式呢 好 刚才是你去根据这个公式 去看哪些因素 可以改善 所以让你的resolution变好 那增加n值 我们说是降低h值 就达到同样长度 增加n值的效果 那怎么样去降低h值呢 这是做实验你可以去思考的 你的linear velocity是太快了 对不起 你的linear velocity没错 线性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 降低这个u iponic size 你是已经用的最小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换一个 那么如果说 这个已经最好了 那这一项没得变了 那么另外呢 你的 这一项的厚度 是不是可以薄一点 这些都是你做实验 去看一下 你现在的时间条件 得到了一个resolution 不好的效果 那有没有机会改善 你的速度 linear velocity iponic size 还有你的镜像的厚度 那么最后这一项是LC里面的 LC里面的 那我们刚刚没有提到 LC里面的这个动向 你的动向呢 它的年值度 这个越高的话 你的动向 LC里面 对 Mobile Base 它的年值 年值度越高的话 你的分析物在里面要移动 当然就比较慢 所以降低它的年值度 这是在LC里面特别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就是提供 你要降低h呢 哪些做实验的因素 你做实验 真正在做实验 你可以改善吗 这几项 你可以看一下 你现在的条件 是不是都已经最佳了 而如果是的话 这一项机会就没有了 如果您看说 哇 你现在用的partic size 太大了 那你就买一支 tallin的partic size 小一点 它马上就改善了 这Pick从胖变载了 所以就是让 提供一个机会 让你去思考 那么另外呢 另外就回到 它回来 所以这一项 这个Pick太宽了 我们希望变载 那就改善它的 resolution的 这个改善Pick 它的这个 宽度的话 就是希望它载 那么就 增加它的n值 或者降低它的h值 那如果说 你刚看到的这个条件 刚考虑的结果呢 哇 我现在用的条件 都是最好的 这一项已经 没有办法去改善了 那你只好 去看一下 这一项已经最好的 partic size 它已经最小了 所以你的后率 是很薄啊 Linium Velocity 已经调的 你觉得已经很好了 所以这一项 已经没有办法改善了 没有办法改善 n呢 去达到 让它这个resolution变好的 没有这个机会了 那你就要考虑 这个alpha 是不是还有机会啊 那么alpha的话呢 就是让这两个 它分得开一点 就是你的镜像 跟这两个分析物的重力呢 是要让它的差异性变大 就是你的选择性 要变好 跟这边原来的状况 真的不很好 那第一个没有 没有变载 这个机会的话 你还是那么宽 那你就要考虑说 你有没有办法 让这个镜像 跟这两个分析物的作用力啊 有没有办法 让它的差异性变大 那怎么做呢 去改善 应该说增加 它们这个alpha值的话 它在做实验的时候 哪些变因 你可以有这样一个效果 在机器里面 温度是一个很好的因素 所以你的温度 可以改变一下 所以机器的话呢 就是改变温度 温度改变了 就是分析物 跟你的镜像作用力啊 就会改变啊 你们都做过实验了 温度越高的话会怎样 温度越高的话 它就跑出来越快了 所以假如是有两个分析物 它的falling point 它的这个沸点不一样 那因为温度的改变 很容易的就 可以让它们的 出来的时间 差异性变大 所以在机器里面 这个温度啊 是你改变的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改变温度呢 就可以达到 去改变这个alpha的 这个可能 这是一个可能啊 在l性里面的话 你要怎么样去改变 你的镜像 跟两个作用 两个分析物之间作用力 差异性啊 就是要改变这个镜像 镜像 它的极性可以 从一个 改变到另外一个 意思就是你要去换一根差异 镜像要改变 那你说 那你说镜像改变太麻烦了 那你就要改变动向 动向的组成 你们这些学期做实验 它不应用那个实验 动向的组成呢 你可以改变一下 让它的极性就做改变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在机器的话呢 温度改变 就有机会呢 去增加啊 这个alpha 就两个 两个成分 它跟镜像作用力 或者说它的这个 滞留时间啊 我们差异性可以增加呢 机器是温度 l性的话呢 就是镜像 它的机器 改变掉 就换它了 机器改变 那这个比较 比较麻烦啊 你要去花钱去买 那比较快的是 要去改变动向的组成 好 这是 在LC里面 你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所以 这是第二项 去增加这个 selectivity vector 这个alpha 改变呢 这个机器 LC里面啊 哪些因素 你可以控制 那最后呢 假如说是 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最容易是对付的 因为它 它没有滞留 就出来了 那你就要想办法 让它慢一点出来 就可以了 所以就要改善 这个kb plan 或者小的kb 那做法呢 那做法呢 那么这个kb plan 基本上就是 是比较慢的那个分析物 比较慢的分析物 它跟你的 镜像 它的滞留的 大小 所以改变这个滞留的 这个kb plan的话 你看到在机器 LC里面 你可以控制的 这个改变的条件 跟这个第二项 是一样的 本来就是这样 你是希望它 跟你的镜像 这个作用力 这个做一个调整 所以让它这个 快点出来 慢点出来 在机器里面呢 就是温度 在LC里面 就是镜像 本身的极性 飞机性 特性改变 或者是动向本身的组成 改变造成极性的改变 所以在LC里面的话呢 这个优先通常是 改变这个组成 那如果是组成改变的半天 没有办法的话 就改变镜像 所以这张投影片 告诉各位同学 就是说 还是回到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是 不是由实验的结果 去算resolution 而是说 让你 要改善resolution 有一个依据 哪些项 或是哪些因素 你可以改善 那这边刚刚是 Nα跟KBPlant 那这个是 这个 系数了 或者说这个 符号 那么这些符号 本身要去改变的话 你在做实验的变因 哪些东西要去改善 是在这个表里 在这个里面 这些像 在实验 做实验的时候呢 你可以控制改变的 好吧 我们继续往下看了 那这张图 我们在LC里面 还会再出现 这个地方在作者 摆在这边的目的 让各位知道一下 我们刚刚讲 LC里面分不好 像这个例子 70%的Methonol 30%的Water 这样一个组成的话 有四个成分 它全部在一起出来了 分不好 你改变这个 极性的 这个组成了 Mobile-based 它组成的极性 70%的Methonol 30%的Water 然后降低Methonol 增加Water 让它极性增加 看到 稍微分开一些 这边有 这边有五个的 那分的情况 你当然不满意 就继续的降低 它的Methonol成分 增加水的成分 所以提起 持续的增加 Mobile-based提起 持续的增加 你可以看到 1 2 3 4 5 事实上已经分的差不多了 再增加水的 percentage的话 60% 极性更大的话 分得更好 分得更好 所以这个地方 只是去说明 配合前面那个地方 前面那张图呢 你要增加α值 或者增加KB-point 在LC里面 你可以改变的 就是Elean 它的composition 它的组成 它是组成 至于说 为什么改变这个组成 它会有这样的效果 这张这个地方 我们先不讲 就是让你知道一下 改变组成 会有这个效果 你们做实验 有做到 我们在LC的地方 我们得来讨论 那另外我们 最后 课本有一个练习题 那么各位同学 它有ABCDEF 那么你们只要去看 前面试小 就可以了 EF可以 不用去看 那因为它是要带公式而已 所以自己算一算 这个我想不用带公式了 自己要去算一算 那我们这次考试 因为这些公式要考 可能直接要 叫你把公式写出来 那也有可能 就叫你算一下 带公式算一下 所以自己去认识一下 那另外的话 在最后 刚才有提到 定性的话 是靠你的retention time 是靠你的retention time 就是每一个定 它出现的时间 跟你的标准的 标准物 standard 去比对它的retention time 然后才去确认 说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是由retention time 来定性 鉴定 它是什么样的成分 定量的话呢 你们上学期 好像都 这学期应该都量过了 你可以量pick time 假如说 不是用电脑的一期的话 自己用 那个记录器 记录下来 我们通常就是 量pick time pick的高度 然后去跟 不同浓度 去量pick高度 塑料的曲线 那么如果说 你是电脑的一期呢 或是积分仪的话 那它就本身就 它把那个积分面积 pick area pick下面的面积 它直接把你积分出来了 给你一个数字 那通常你就直接用数字呢 去定做这个校正曲线 最后呢就是考试嘛 我们礼拜四 还是一样 七点半 请同学呢 那请同学呢 记得啊 一定要去 找一个你的好朋友 到时候呢 call你一下 make sure你起床了 要不然有东西会睡过头 如果没有人提醒你的话 照顾你的话 你可能真的就不来了 一定要找一个人 提醒你一下 去make sure你起床了 那个范围的话 我们从那个二三章 那个potentialometry 我们上次考到 福利选择电子 从那边后面啊 接下来 一直到我们这一章 刚刚交道的地方 那你要带系上机啊 因为我还没出题目 不知道 这个 可能有计算 那另外呢 可能要画图之类的 所以请你去带这个 有刻度的指尺 那计算机也好 直接也好 你要自己带自己的 没有的话 你要自己想办法 手算 不能去别人 那不能用手机了 希望中间的 不要去上厕所 OK 考试理论上 是不能离开 你的座位的 好不好 所以你们早上呢 不要喝太多水 有没有问题 希望空姐好好准备 有问题的话呢 这一两天来问好不好 你不要礼拜三 礼拜四考试 礼拜三就来问 这个麻烦 因为我还出题目 这个麻烦 礼拜三我们比较忙一点 好不好 有问题的话 这一两天来问 好 我们下课 我说 刚才有 跟他 那个 却恶一家 七年 他 上次他说 他们七点 什么 我说 上次是 七点四十 上次比较晚 上次 七点 七点 感谢您的观看